现在的老板,你别看他有个店,他其实过的可能都不如你,他外边可能欠了不少钱呢,目前老板的现状是什么呢? 钱钱没有,货货没有,人基本上属于轻度抑郁,从年头忙到年尾,一分钱攒不下,机会还不上。 所以,珍惜你现在打工的生活,最起码,你还能展现呢? 你看一下,这是任何行程,晚上八点到中,五十年一个人都没得,你说得可以商家的生意拿门来做吗?房租又高,又没了几个人,拿门得了,看吗? 答应我,2024年无论如何,一定要保住你的工作。 今天呢,我仔细看了一下就业数据,吓了一身冷汗。 现在的经济情况,真的是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糟糕。 最新的数据显示,四月份,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,1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14.7%。 简单的说,失业率呢,低了一点,但是还在历史高位。 这还是在数据上做了技术调整的情况下,这组数据里面的失业定义呢,是不想工作,就业定义呢,是每一天工作一小时的。 只要你每一天出去打一小时的散工,就别想加入失业豪华套餐。 在这种定义里面呢,想要失业并不容易,但真实的水分呢,想想就知道了。 实在感知不到的呢,去街上看看有多少年轻人摆摊吧。 这个环境下呢,应届生刚出社会啊,就遭到了社会的毒打。 最近呢,就有网友爆料,广汽IN方面因应届生招聘政策调整, 你对签订的三方三方协议进行解约,并支付5000块钱的违约金。 不得不说啊,今年的工作呢,比以往更难找了。 连广汽IN这样的大厂,宁可赔钱,也不想招人了。 车企不好过,开车的人呢,也很难。 都说,中产的镜头是开滴滴,但是呢,现在滴滴也不是那么好开了。 首先呢,就是这个蓄水车,已经买了。 我们以广州为例啊,广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啊,专会专门的调研。 2022年的6月,广州的网约车数量是49261辆, 而到今年的2月点,这个数据已经涨到了10.93万辆。 也就是说,单单广州一年多的时间,网约车数量翻了一倍。 滴滴开不了,那我去送外卖总行了吧,不好意思,来晚了。 骑手呢,也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了。 2017年到2023年,美团平台上有单的骑手数量呢,已经翻了三倍。 单价呢,却减了一半,从根本上来看,还是失业的人增多了。 大家都没有找到稳定的全职工作,那就灵活就业。 但是呢,现在温饱钱也越来越不好赚了。 失业的人惨,还在打工的人,更惨。 坦不平,卷不赢的社会夹心层,现阶段呢,真的是难上加难。 丁桥天洁啊,礼拜六。 现在门口还放点儿童游乐设施。 中期这里应该有活动吧。 景理群没大吃大力。 看看一楼,整体也一般。 看看地下一楼。 还算可以。 这边几个电池都围绕了。 快递特工地。 这个乐乐才变红跑车了。 这个此刻应该是以前的红跑车吧。 天街这种双丑,不管品牌整个能量怎么样。 走走步步还是舒服的。 我去等。 这家小巷,感觉也一般啊。 这边也要开一家舞蹈工作室吗? 到底是哪个人跟我说,天桥天津现在都开满了。 都开满了这些围绕是怎么来的。 咯,爬去星球啊,这个业态倒挺新颖的。 留下来关门啊。 我想说周末这个店啊,有点多。 电流量啊,也只能算普遍。 但影侦几乎没有要等未来。 这个之前是不是一家合级解课? 多点的上座率还没有50%。 这要进一家什么火锅店吧,很大一家。 开手吧啊,也一般。 这边还是碰着的。 这六楼是不及格,我去的。 看外国家啊。 六楼还是有点热的。 在南京5000块钱的工作和1万块钱的工作有什么区别? 这其实在我眼里面,其实都一样。 因为这两个党类的工作在今年都很难找。 而且今年找工作要比往年更难。 就像南京房价一样,你以为只有江北房价在跌吗? 其实市区拉利朗的书报房价格也在跌的, 大家都是半斤八两。 恶劣的就业环境也折射出了另一个现象。 就是当下我们正处于经济危机当中。 经济危机又叫相对产能过剩危机。 就是说,一个商品生产出来它只有三种巨像。 第一是被消费者买了,用于衣食住行。 第二是被企业买了,用于材料器械设备更替等等。 第三个就是卖到国外,这就是出口。 如果一个商品,消费者不买单,企业不买单,还没有办法出口。 那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,就会导致企业的生产设备闲置。 需求就会慢慢萎缩,工厂不再需要生产那么多的商品了。 那下岗的工人也会随时增加。 在时的打工人呢,他的工资不渐长,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。 那么原先是十个人干的活,现在只剩三个人。 那你说,他的工作时长能不增加吗? 市场还是那个市场,但是有些人控制了生产物料, 有些人控制了生产设备,这就导致了极少数的商品价格不降反增。 这就是产能过剩带来的危机。 那有人说,我们一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三, 那跟你五千块钱工作也有毛关系啊。 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嘛, 我们的贷款利率会持续走低大规模的汽车, 家电以及换星的正在来的路上, 但前提是你要能活得下去, 所以该花的能不花就不花, 该省的一定要省,你明白吗?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 根据周一中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, 五月份中国新房价格出现近十年来最大的跌幅。 这显示出尽管政府努力支撑楼市, 房地产业依旧难以摆脱困境。 统计数据显示, 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较4月下降0.71%。 这是自201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。 同时, 现房价格下降了1%。 这是自2011年采用现行数据收集方法以来的最大降幅。 按年度计算,新房价格同比下降了3.9%。 而4月份的降幅为3.1%。 5月份,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2.01。 延续了自去年11月以来的连续下降趋势。 这些数据表明, 中国房地产市场依然处于低迷状态。 整体形势依旧严峻。 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业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。 但自2021年以来, 频繁爆发危机, 包括开发商债务违约和预售房屋项目停滞。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房地产行业资深的发展, 也对中国整体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。 上个月, 中国政府公布了一项大规模的房地产救市计划。 包括由央行提供3000亿元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, 鼓励地方政府购买直销住房, 并放宽抵押贷款规定, 试图解决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。 尽管这些措施的推出显示出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, 但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。 此后, 上海、深圳和广州等大城市推出了针对购房者的重大宽松政策, 降低了首付要求, 希望以此刺激购房需求。 然而, 投资者和分析师对这些措施的效果仍持怀疑态度, 多个试点城市的项目进展缓慢, 住房供过欲求持续压低房价, 使得投资房地产的吸引力大减。 分析人士还认为, 取消大城市的购房限制, 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小城市的购房需求。 这种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助于大城市楼市的短期复苏, 但从长期来看, 可能会对整体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。 华尔街经济学家预测, 政府将采取新措施并增加资金以支撑市场。 摩根大通房地产分析师陈文浩预计, 购房限制将进一步放宽, 以促进市场回暖。 汇丰经济学家留经预期, 北京将采取更多措施清理库存, 减轻市场压力。 高盛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陕辉表示, 如果未来几个月房地产也没有进一步改善, 政府可能会推出新的支持措施。 赏会认为, 当前的市场困境需要更加灵活和创新的政策, 才能有效解决。 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策略, 以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。 整体来看, 尽管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市场, 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。 市场供需失衡, 开发商债务压力以及购房者信心不足等问题, 都是当前期待解决的难题。 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, 政府需要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, 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 今天说到这里,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。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。